最近呢我在网上发现就简单两步就能再加自制粥黑鸭 所以我立刻就买了四根鸡脖 五根鸭脖 炸还有一只兔子 别问为什么啊 问就是我要放大招了 按照教程的第一步呢 先加葱姜料酒花椒焯水去腥 然后第二步呢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加入十个花椒 八克麻椒 四个八角 三片香叶 两根桂皮 三十五克干辣椒 三十克鸡精 一百克冰糖 六片姜 一百克老抽 两百克生抽 六十克甜面酱 五百毫升啤酒 只有简单焖煮五十分钟就可以了 哇 好香啊 人家眼泪都会从这里面流出来了 试一下 嗯 怎么像绝味的味道 哇 这阿婆更像 不过你别说挺好吃的 这怎么也得搭配完米饭呢 对吧 哦 对了 吃饭之前我得吃两颗青松豆 就是它能让我点心很多吃饭的负担感 还有这个圆祭豆啊 它添加了益生菌 非常适合我这种大吃大喝的人 哇 这个东西搭配米饭真的是绝了 嗯 这肚子得着急能天啊 真的 糖尖里面也去试一下 嗯 酷 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